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上次就是也是买了这个 Micro Arcade 这一个牌子的一个俄罗斯方块吧 我相信看过之前视频的就也知道 我也说这个玩热眼睛比较累啊 而且由于它这个屏幕 它只是类似台式机一样的嘛 然后那我就想呢 我就需要买一个不一样的我就玩玩吧 然后正好有这样一个盒子 因为呢我也稍微查了下这个平台 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这什么平台 我之前还误以为是亚达利他要出很多的游戏 后来才发现这个Micro Arcade 他这个牌子就是估计把这些版权买下来 他自己出一些东西想来卖啊 然后基本上都有钥匙扣一样的卖 然后呢这一次还是开我们这一个俄罗斯方块吧 俄罗斯方块英文好像叫Tatrix吧 然后呢就是我相信很多人也看过各位大佬啊 别的一些网络的大佬对俄罗斯方块的介绍 当然这一个俄罗斯方块是由当时的前苏联的人发明的 然后是阿列科谢 然后帕基特诺夫啊 他于1984年6月发明的这一款游戏 那么我相信很多啊 对于这一个后面有有有很多故事的 其实也是应该还是有所了解吧 因为像看这样的视频的话 就是说也是肯定是一些中古系的玩家吧 中古系的玩家才会看我类似的视频吧 所以呢那别的就嫌言少叙吧 那么我想我如果再说这一方面说了更多呢 其实也不一定有别人说了好 那么我就做个开箱给大家看看 这一系列的这个到底是怎么玩 然后当这个打开啊 它后面是一个背景的一个说明书 然后这一个呢 还是像之前一样的 他对他们的别的一些产品啊 别的一些产品给我们介绍 他就是做各类迷你的 然后他就是把所有的大的玩具做成迷你的 然后给我们一种回忆 因为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我也玩过一个就是迷你的什么东西 反正买完之后嘛 这里面它有更加多的像台湿机一样的 所以说我当时小时候 也买过类似一样的迷你的一个什么 什么跳起像起什么的 就是给大家有这种回忆 然后呢 他这个就是说怎么说 就是说插电的方式 还是使用这一个原始的一个 就是以前的手机使用的一个 这个充电口吧 充电口 所以说这个就是他基本的一个大致情况 那么就是把它打开之后呢 他这一个其实做工啊 他这个做工其实我现在摸上去啊 我觉得这个质感还ok 质感还ok 它这个质感呢 就是有一点像什么 让我想 就是可能有一点像铝合金质感吧 就是它背面应该是属于像这种铝合金 它这个还是挺小巧的 质感还ok 但是上面好像像就是 这个屏幕啊 好像需要擦一擦 毕竟可能是塑料的 它的屏幕可能会有一些类似一样的刮花 但是这也没有办法 好吧 就有点小心的 然后这是一个看完就 应该就不用看的一个说明书吧 那我想这么简单的 就应该是不需要看说明书 然后呢这里它会有喇叭开口 这个标记还是很明显的 然后它这一个是透明设计的 所以是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路板 当然了这一个电路板在现在看来不是什么 但是如果当年能做到这样还是很厉害的 因为你看过我之前视频也知道 我一台gameboy吧 就是那个透明壳 然后里面是可以看到电路板的 然后这是一个开关 按个off 然后这是应该就是两个俄罗斯方块键 但是它这个呢就没有暂停 就包括这一个它也是没有暂停 所以每次玩必须玩到底 那么我们就打开看看 好像有些尴尬 我们打开看看 那我把我的充电宝拿过来 它没有电源了 不是吧 这个还是要拿来我的就是经典的充电宝 因为这个充电宝是很好 它这一个的怎么变成说充电宝 当然它有三个接口 它有四个接口 所以对现在市面上的任何的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 比就是就是那个比比较好的用处 比较好的用处 那么我就把它插在它它这一个应该的口中吧 好 这个应该可以打开了吧 不是吧 不是吧 难道买到极品了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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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难道不能动吗 还是要么得看看说明书啊 还是要么得看看说明书啊 这个奇怪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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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本来还是想把这个作为下期的开箱 那么就把这个吃豆人也看一看 不是吧 这个 这个不能亮 这个也是 太奇怪 这是第一次买到这种情况 本来我还是想下次再做吃豆人给大家看的 这个就好的呀 大家看 这个就是吃豆人 但是 这个好糊涂啊 哇 这个完了 这个眼睛都要下掉了 因为这个吃豆人也就是也是当时很经典的一个游戏 不知道 这个就死掉了 这是当年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游戏 那么今天变成介绍吃豆人了 所以说这一个我还是得要得要研究一下 但是这一个这个屏幕分辨率真的还是属于很低的 所以说这一个其实这个吃豆人其实还是不错 但是啊 这个就让我有一点不可思议 我以为它这个屏幕是原来是很大的 原来这下面的底部是没有的 它只有上面的一个底部 但是它作为一个这个就是它这个其实还属于挺薄的 其实作为如果是从坐地铁的上班族啊 无聊可以放在口袋当中 其实这跟之前的 就是超超级马力的那一个叫给买的我去其实是 嗯差不多的 所以说这一个其实也是属于不错的 嗯然后那今天也只能这样了 像这一个它没有办法让我玩我也没有办法 然后也只能这样 然后谢谢各位的观看 然后吃豆人的 今天变成介绍吃豆人的了 好然后谢谢各位的观看再见